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那个重工已经被我们摸了 现在紫色就非常生气了 看没有 拉了四个牛车过来 我们这回的矿场是出来了 准备了造重工 最好是把萌军重工造出来之后 造住在实验室 因为你看这个紫色家里面其实兵营呢 对吧 矿场还在的 待会我们高科出来之后是可以找他借点钱 现在紫色的他那个基地已经是我们的 他目前就只剩个兵营 还有几个牛车看没有过来走我了 像我们这种打法呢 说心里话 我依然拉仇恨 好 这个紫色的已经是受不了自爆了 把这个紫色带走之后 接下来注意看我们是不是有四个基地啊 这个基地一旦多了 建造速度是比较快啊 只不过目前我们这个兵营啊 重工还没有偷生气啊 我们就准备找个机会去偷一下 看了一下 右边这个送坦克的位置呢 这个弹那色比较好偷一点 看见他目前这个坦克也不是很多啊 然后你看这个紫色好像呢 被我们带走之后还是比较生气 他说 现在 他说现在 他说你嘛 现在这些人还是人吗 他感觉我这个打法比较暴力哈 然后呢 这个光战的橙色说 都和主播学的 像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要么就拿基地去抢飞机位置哈 要么就是抢重工位置 现在我们连打带头 直接过去把这个重工一摸 但是这个间谍好像都被垂死了哈 这样子我们这个弹那是一下两下的 还不能先把他带走哈 我们在后方 准备再来一个间谍哈 这个重工跟兵营啊 一定要偷生气哈 要是不偷心呢 待会打起架来 那个威力还是太小的哈 而且待会呢 这几家肯定呢 都会过来整我哈 一会大家就会看到了 我们先用这个小车子上来 把这个兵营啊 给他呢 先升个节 好 直接下车 这一局开局这个金钱是比较多啊 三万块钱 你看我现在还有两万多啊 本身呢 像我们这个位置啊 它呢 有多了七个邮件 再加上呢 我们现在在中间这个采矿 所以说 就目前这个情况 你说其他位置会不会都过来打我 那肯定都会过来打我哈 好 我们拿坦克直接上去扛伤害 后方的小车子呢 就准备过来啊 继续投机 好 下车把这个中弓一摸 这个中弓投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么就是投油力改对吧 要么呢就投钱哈 投油力改的话呢 红色这个位置也作战实验室 橙色呢 也有苏春作战实验室啊 他们两个人会是个选择哈 我们再来个间谍 准备先去投钱哈 因为这个蛋蛋实在是个盟军哈 好 继续拿这几个坦克直接上去扛伤害哈 这个坦克丢的也无所谓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是吧 钱 你看 马上是不是就可以 把这个钱一摸 大家看我们这个金钱 瞬间就到了一万多啊 不过这个时候注意看哦 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声音是不是很大呀 一般呢 这个听声变味就是呢 哪个核弹声音呢 画面呢 是吧 这个画面的声音最大呢 他就要砸哪里哈 我们已经把那个建筑卖掉了 好 这个蛋呢 是把他带走哈 然后打到这里 你看 这个橙色他在这里呢 开始给我拿仇恨了 他说 这个粉色是高手 我们一起打他 他已经生鲜似足哈 给我吃带发核弹呢 加上闪电 他其实家里面没什么坦克哈 我们只要多攒一步坦克一冲过去 加上飞机面呢 他就顶不住了 只不过呢 刚刚下方那个飞机位置哈 蓝色呢 他一开始啊 他那个桥是断的哈 他这回把那个桥一修呢 要么就是过来啊 偷身心对吧 要么就用坦克过来走啊 好 这个 来了个车子想偷急哈 目前我们就攒一波呢 飞行兵 这个飞行兵待会一多啊 加上这个坦克一冲的话 这个橙色呢 肯定是顶不住哈 不过把这个橙色带走之前呢 我们肯定还要借他那个作战实验室一用哈 我们这里已经准备了那个间谍车哈 所以看飞行兵直接过去 加上后方坦克 准备来给他来一套组合拳 好 飞行兵直接打电场 坦克上去扛伤害 追看后方 小偷车里面有个间谍啊 来了老弟啊 直接靠近这个作战实验室边上 好 这个作战实验室一头呢 待会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造这个游离感了呀 然后飞行兵继续说说打掉这些电场 好 先把橙色这些防空整掉 他现在家里面已经没电了哈 这样子我们只需要用飞行兵呢 就可以把这个橙色带走啊 这个橙色发的肤色还在出牛车 好 打掉他的坦克 然后刚刚那个紫色对吧 他看到呢 还在这里愤愤不平啊 他又在这里感叹了 他说尼玛 是吧 这个太凶了 他可能感觉我们这种打法呢 太粗暴了哈 然后呢 这个橙色说粉色是刀手 看来这个橙色的眼神还是比较好使哈 然后你看 他又在这里给我拉扯分了 他说我还偷了游离感 反正呢 其他位置啊 都会过来打我 我们呢 顶着这个先动手为常的宗旨哈 你看这个蓝色看了没有 我要是不打他 他肯定也会整我 他这个飞机想炸什么 炸我的核电厂 我们直接卖掉 漂亮看了没有 我们就知道 他肯定是要炸我基地啊 我们这个基地已经收起来了 没有关系哈 他这个飞机现在就这一点点没什么用哈 只不过这个时候注意看哦 高地位那个超时空坑溜 加上左边啊 四外桃的这个游离感 两个人过来整我了 这个左边呢 是造了危战舰炸我 然后高地这个绿色超时空加铁木呢 刚刚是丢了我坦克 加上他在那个家里面也造了我 无畏战舰炸我哈 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又得 刚刚出境中国没了哈 还得重新造 你看 这个家伙把我框上呢 就整掉了哈 打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游离感不能再低调了 本身呢 我还想这个安安静静的哈 造飞行兵 但是面对这个无畏战舰的话呢 我们还是准备用这个游离感啊 因为这一局呢 我们主要的就是一个快捷做哈 这个游离感一出来啊 刚刚左边那个黄色那个无畏战舰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哈 现在这个橙色加上蓝色呢 他们两家基本上呢就没了哈 我们在左边游离感设定一个自动抓 然后飞行兵继续输出 打掉蓝色 好 先把橙色带走 这里呢 其实还有一家啊 就是那个刷箱子的位置 是那个红色哈 但是这个红色呢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哈 他这回跟那个高地 绿色的两个人在树下伤害 我当时心里面还想着 这个红色会不会过来走务哈 因为我们有两个游离感 左右两边呢 各一个哈 这个红色跟绿色看没有 两个人在打架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呢 要上去劝架 毕竟呢 我们已经带走了四家哈 肯定呢 像这种局啊 我们都要一为七啊 你看 这个紫色已经在这里打666了 他刚刚呢 还在这里慢慢捏捏的 在骂我对吧 现在感觉他瞬间就变成这个小迷迪的哈 这个游离感这个位置 这个游离感这个位置 再慢慢的展 算了 我们还是先把它的彻底的干掉 他现在你看家里面 没什么态度哈 我们这个游离感 看没有在这里抓他的那个 铝带车哈 然后飞行兵一过去 这个核电厂一整的话 那这样子这个黄色是不是 也可以瞬间被我们带走了 好 再把这个机器整掉 再打掉重工 打掉兵营啊 打掉那个雷达就行了 现在黄色看没有 已经没了 这个黄色没了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呢 必须啊 马不停机的去右边缺架 不然他们打完了呢 就没我们什么事了哈 哎呀 这个红色的大炮有点多 他这个大炮一多呢 高地那个绿色其实呢不太好顶哈 现在你看我们手上还有多少钱 一万多 没办法 钱太多了 好 我们飞行兵直接过去啊 他呢 劝个架什么的哈 这个红色还想过来整理是哈 但是我们这里已经呢 是成功缺架了哈 好 飞行兵疯狂输缩 打掉电厂 这个红色的他是个法国啊 但是被我们这个飞行兵一整呢 他这回来已经没电了哈 好 继续输缩 打掉电厂 我们左边拉动一个基地去发展哈 这个坦克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冲过去啊 你看 他家里面那个大炮呢 已经没有用了哈 好 坦克配合飞行兵直接冲过去 然后你看这个紫色 他在这里非常的感慨 打了个挖操 这操作 看来啊 这个小纸 已经被我们这个操作 行为如流水的操作是吧 深深的这个吸引哈 那么最后呢 就只吃下高地这个绿色了 这样子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黄色还在这里疑惑 怎么让我整到油力改哈 高地的这个绿色的话呢 你看他在家里面啊 出的这个五位战舰比较多哈 他想用这个五位战舰呢 看没有一直炸我 我们这个坦克一下两下好像冲进去 还不太好冲哈 他家门口有一些地宝啊 加上了油力哈 既然你这个位置还想防守 那么我们这个油力改一出来 直接把你的五位战舰一抓 他就是想用这个五位战舰的一直啊 守在家里面啊 但是面对我们这个油力改 怎么挺 你看 远程控制就行了 他家里面这个防控是比较多的哈 好 我们继续抓 再跑到这个下方 把这个五位战舰加上那个海螺 给他们抓完呢 我们飞行兵冲过去就可以了 你看 两个油力改 不过这里呢 被他用超时光丢了一个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 他那个铁幕装置的也快好了哈 好 我们抓两下 你看 他想用五位战舰到我 哎 左右摇摆 好 注意看 我们继续走位 看没有 他那个铁幕装置还想杀我 但是呢 我们潇洒了一走位 那么到这里呢 绿色也是拧了和范下线 好 这一期视频啊就到这 喜欢的朋友帮帮你给大家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